为在和平岛地质公园山丘上的这间和口秋咖啡 沿途拥有丰富的植物景观 还可以亲近无敌海景 经常吸引许多游客到此休憩 在团队的努力下 更被环境部选为北部的减碳餐厅示范场域之一 店家特别分享 一步步迈向减碳店家的各种努力 和口秋咖啡这边 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说 我们这边其实海岸里的生物都要吸引很丰富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呼应环境 去做一个店家的规划 所以我们后来就刚好环境部有个机会 我们就跟着环境部的脚步一起来算了我们的碳排放量 然后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盘点出来之后 他们就发现我们的排放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后来在北部的七个县市 我们就被选择三间的 就是减碳店家的示范店家的其中一个 那我们其实做的努力就是 包括我们在所有的电器 我们都没有直接用瓦斯燃烧 全部都是用电器 那这点就是也可以减少碳排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的员工 都是用在地的员工 所以他们的里程数很低 这也可以减少 那再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一次性的废弃物 非常的少 所以包括我们在跟我们的供应商沟通的时候 都希望他们不要小包装 都是大包装给我们这边再来保存 然后一次性绝对不会有垃圾 所以像如果客人外带的话 我们都还是会跟他讲说 我们这边内用的话可以看风景 那如果客人真的赶时间外带的话 我们甚至也去找了这个杯子 是完全没有塑胶临摹的杯子 那他就可以完全纸类回收 那大部分这个杯子在台湾比较少 因为大家都是比较贵 所以都是外销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在我们能做的范围之内 可以做一些努力 现在的话其实永续旅游绿色旅游 然后现在进一步有减碳旅游 就是大家会去算说 我这个旅程有多少碳足迹 那环境部其实也有一些支持 包括我们可能会听过绿点 就是你来消费 他可以用绿点的点数去折底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他一整个绿色的供应链 就是包括有些旅行社 他如果想要做减碳旅游的话 或者是绿色旅游 他就必须要在行程里面 加上一个绿色餐厅或减碳的餐厅 那我们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跟其他咖啡厅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整个这个绿色供应链的其中一环 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店家可以一起加入 这样子就是大家就可以一起让环境共好 除了设法在管理层面上源头减碳 店家也关注当地的自然生态 巧妙的将外来种植物融入甜点 利用户外食材化身为好吃好拍的美食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先找了一个很懂植物的老师来告诉我们哪些植物可以利用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外来种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还是想了一些好玩的方式 让外来种可以加到食物里面 像我们有一个全台湾唯一一个用大花咸蜂草做的柠檬塔 那大花咸蜂草就像这个 就是有一个蝴蝶在吃蜜这样子 它是小时候玩的那个蛇杂木 那它其实是台湾百大的植物外来种 然后它以前是因为就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所以被引进来养蜜蜂的 那但是因为它生命力真的太强 所以台湾到处都是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加到茶里面啊 加到甜点里面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就帮我们一起把外来种吃掉 然后所以我们店里面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插 因为它就是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我们也固定就是会去除一些外来种 所以我们有一个永续目标就是 要每年去除百分之七十的外来入侵种 包括植物啊或者是像下雨过后 会有很多那个大的那个非洲大蝸牛 我们也都是手工会把它去除掉 因为它会影响到原生种蝸牛的食物 因为这里过去是军方的雷达站 所以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海景秘境就位在咖啡店的正上方 民众如果来到和平岛地质公园 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那这边呢在过去就是 就是海军他们放雷达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要很好的海景 他们才可以侦测到 然后现在他们离开之后 这边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观景点 所以看到后面的基隆雨啊 是我们整个和平岛上可以看到最漂亮 而且最近的基隆雨的位置 然后呢 左手边这边呢又是基隆港的出入口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个 游轮进来的地方 尤其是夕阳的时候 我们是最推荐大家上来顶楼看风景的 因为就是会是橘红色的天空 然后搭配着船 然后还有基隆雨 就是我们很推荐大家 常常来和平岛地质公园的人呢 可能都会错过这一个楼顶 看到楼梯就不想走上来 但只要你走上楼梯 就可以更漂亮的景观在等大家 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走上来看这边的景观 因应减少碳排的世界趋势 低碳旅游正在兴起 店家期待尽力做好各项减碳措施 搭配和平岛地质公园的永续旅游 吸引各地的游客不断来探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毕竟 水蒸 秩庭 增快 磷